股票的部分 它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挑股哲学 我们一起来看 韩国瑜2002年担任立委期间 眼光独到锁定中天生计投资 还没挂牌上市 夫妻俩就大量持有 合计127.5万股 以10元票命价来算 在近20年前早有千万身价 根据监察院公报 韩国瑜拥有80万股中天生计 妻子李嘉芬则有47.5万股 当时韩国瑜是中天生计董事 2006年3月辞去董事职务 同年6月中天生计 以每股15元挂牌上市 而根据最近次财产申报 韩国瑜已经把所有中天生计脱手 假如卖在2007年高点约63元 获利8200万 如果是均价30到40块 获利在4600到6200万之间 人家是一种招待的方式 就是因为反正那一年 那个时候分红配股 还没有列到费用里面去 所以这个分红配股 有时候会给一些 还关系比较好的人 事实上韩国瑜夫妻 对未上市股票情有独钟 十多年前就投资精彩科技 和中平科技 现在手上持有的强谱生计 和精准科技 也都是未上市股票 对照夫妻俩 玩起股票得心应手 但却爱强调庶民形象 落差很大 万一我落选了 你不要讨厌你爸爸 万一爸爸落选的话 万一你落选我会养你 韩明诚字铺 看不下去爸爸开老车 打工帮忙买车 对照精准眼光投资的股票 和作用的房地产 可能更适合替世上苦人 先开膛投资客 三雄黄金山大宝 台北报道 现在我们在说 韩国瑜他的一碗乳肉饭 一碗矿泉水 但是 肉肉饭 凑粮水 看起来是蛮高档的 因为他的这个财力 的确是蛮雄厚的 那我们刚刚是帮他 做了一个推估说 因为他已经买了 他脱手的时间点 用一个均价来讲 如果最高 可以贪六千多万 莫忘事上苦人多 那他应该要去 教一下大苦人 要怎么翻身的 那个 因为他其实 看起来就是人生胜利主了 韩国瑜在投资股票的方式 苦人绝对学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好朋友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 韩国瑜持有的股票 各位观众 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光是从监察院 或是相关的 这个申报资料里面 看到韩国瑜手上 曾经持有过的股票 这些价值的总和 大概都已经超过一亿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光是中天生计这一档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好朋友 他持有这支股票的时间 是在2002年之前 因为我们在2002年的财报 看到韩国瑜跟李嘉峰 持有这一档股票 然后他们在2006年左右 他们所拥有的股票 韩国瑜有的中天生计 有大概980张 李嘉峰大概是581张左右 然后中天生计在当时 并没有上市贵 所以等于说 不是你一般人想买 都能够随便买得到 那等到中天生计 上市贵了之后 股价在2007年 最高曾经跑到63块8 而韩国瑜他们取得的价位 可能每一股才10块钱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假设 取得票面价10块的话 这个价格是翻几倍 这个价格是翻了6倍多 所以他们当初买的股票 这个价格到这个时候 他的价值是将近1亿9900多万 我觉得巴菲特好像也没有他这么会投资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当然他有没有卖掉这件事情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他的身价 光靠这一档就这么高 那么中天生计 后来又有个子公司转投资 叫合一生计 那么韩国瑜也持有他100张股票 那么这一家公司在当时也是什么呢 也还没有上市上柜 他到2011年才上市上柜 最高股价来到82.4块一股 所以他的身价也让他大概值800多万左右 最高的时期 那么除了这两家之外 另外一个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精彩科技的 这个精彩科技呢 你看韩国瑜最高的时候持有他700张股票 那么这一家公司在2002年韩国瑜申报的时候 一样没有上市上柜 但是到了这家公司 在2006年上市上柜之后呢 股价冲到最高 一股是44.16块 而我也去看过他的相关的资料 韩国瑜的认购价格 何有可能一股也是10块钱左右 所以这一档股票 他又翻了4.4倍 所以你看在这一档股票里面 他的最高价值也来到了 3091万2000块左右 所以光是看这些夯不浪当加起来 累计最高价值 至少就超过1亿4000万的台币 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